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刘 �' deg 刘研 王 Mā上 ар Khalid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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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 bedeutet 其他中处有一个调查死亡的数据 包括宇多宗的死亡是更不重要的东西的 然后第二的定文中提到杀人越多越责命 这个是因为沈迈克他在那里说出翻译前错的 他原本是引用毛泽东在73年的时候 他跟那个王文章前讲说杀人越多越要责命 然后希特勒不是杀人多嘛 所以反抗得多 不是说杀人越多越体现多的 这个沈迈克自己我刚写信头他纠正的头 问了三个问题 三位问了问题 哪个位置先回答 数据方面问题 包括翻译方面问题 我们会在这一方面进行讨论 就是你问的问题是这两个地方 一个数据问题 因为单一贯的问题是哪个 你以为这简单 毛泽东在那个数据里面 对对对对 我们以为会记服他 谢谢你 所以我 Veterans 있습니다 内聂中 会哪有精神 pandemic 这个问题 就是说 除了在国民主多须定的想法 我想谈到我的胖面 我觉得 这个态中可以说 稽图都つ在这一刻 非常好 規制始终 烉稿 非常良好的 елей前あっ 背景 禁居 非常的 文端 我可能是在座的唯一一個看到的少爺勳大屠殺的經歷者 那時候我12歲1908年 我又住在茲江河下 茲江河的上去是少爺勳的農民大屠殺 殺的就是四個軍事 二十幾種人 大概據說都掉下來殺了6000多人 我親眼看到的這個屍體的殘磚 後來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會這樣殺人 最後我看到一個調查的老漢戶 新政的先生寫過一篇東西 其中把四十多種殺人的方法 和土改時期的殺人方法聯繫起來 這一批殺人的民兵和農民 就是土改的時候的青年人 骨幹 就是說土改的這種殘酷 留下的記憶和做法 使他們的人權中間再次複製了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他們同一個群體經歷過十幾年 重複了同樣的行為 這份真正說明 二者很聯繫 所以我建議了 以後如果研究廣西大屠殺和其他大屠殺 一定要把農民殺人的那種方式 看一下還有殺人的群體 有什麼成果 這應該是一個研究中國以後的 有沒有文藥再重現的基礎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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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回答這位同學說的一樣 就是圖感和圖感和圖感 文革它这种暴力的方式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这种因素也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说这次像何老师所说的那样 如果说中国社会还会不会发生文革这种暴力 或者说会不会发生文革 我们要看的是它这种暴力的方式 它正在人们心目当中 包括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些文革的话语还存陆存在 所以说这才是决定未来中国会不会发生文革的一个很关键因素 如果说想杜绝这种暴力的不发生 那么我们就要从这几个因素当中 从这些现实条件当中去反思 我们要去推荐中国的法治及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样一个泱泱的文明大国里面 我们应该去更加地去让它法治化 让每个人去守规矩 这样的话我们中国或许会 会以后将会发生更多 谢谢 刚才这位也有问题 我刚才说的可以 大叔说也可以 对不起 我先开始保识了 这个给新郑郑哥 巴黎座的同学说的问题 是一个很令人愉快和充满期望的事情 谢谢你们 我其实跟你每个部分都有问题 但我只能用时间关系我只能从这种方法 你说到文革长期的工作组务和报名 这个解释得很好 我们下次的研讨会也知道 我提出实际上从这五年到这七十二年 这十三年的文革有三个文革 前面是刘邓文革 刘邓文革跟今天的末二代的决定 冻出来的文革思维与一致的同观 而且我说今天的某一个人不是要回到毛的文革 是要回到刘邓文革 主要第一个文革 第一个文革就是防派 就是打击东方类分 而且都怕 那么你的文革初期的工作组织这些事情 可以归结为刘邓文革的进一步的打击右派 据说要再抓你的刘邓文革 就是第一个文革 跟这件事的密切相关 要由刘邓文革处织 后来毛的文革 把他们推倒之后 毛变得动员 从民众时间向盖链的头上 这两个时间有重大的需求 那么第一点回到一个文革式的原理 比如说出现十年文革 是被刘邓文革的毛的组织 再次地复制 不是不能回文革 而是不回毛的文革 回到刘邓文革 这样的结论也是错同一切的 林老师的总结 我能同意 但是我文章最后强调就是说 一方面这个暴力和中共一直地对暴力催崇的关系 另外一边文革出去的暴力呢 工作组那一部分当然不是毛负责了 但是毛也确确实实在六月初就讲了 在那个应该是北京报上去 他就讲那个好人 就是打人要进行阶级分析 所以那个时候 在工作组时期 他们操纵利用的武斗 仍然和毛有关系 毛不仅仅要为红卫兵以后的暴力也要承担责任 刘邓文革那一部分的暴力 毛也要承担责任 这是我的意思 如果我们分析到的路上 这些是自己的地方 刚才是小康 我是朴老师 那边呢 的话 他在讲往声音乐跟谈 你刚刚提到公邀工作组的表叉放 第一次 这边 中央公主组调查广西的事件 我认识其中一个人 所以我后来知道 他们调查以后 回来向中央汇报 那他跟我讲的 中央的结论是 广西问题不要再结束 因为非常非常在 其中包括 今天也没有谈到的 对吃人的问题 过去吃人的问题 那说刚刚知道北京 所以非常震惊 他们不想再去回来 还有呢 杀人比较多的一方是廉址 廉址是鬼国籍 因此共产党不想 所以广西的问题完全没有处理 所以广西的问题完全没有处理 到下面讲那些具体的情况 追逐一些也没可能 这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刚才谈到这个广西的 为什么文革当中就广西 杀人最多很奇怪 他没有任何神经病 还有为他出现 吃人的问题 直到今天啊 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研究 你知道这个 最早提出来 就是说发现广西吃人的 我知道最早是正义 八度以前 八度以前 这一条路去找我 他说他就在广西上回来 了解到广西吃人 他都讲 我们俩在那个 任兵的军出版社里 高带座里 他都讲的一业 讲的真恶心 我说我会 我不听 他要我去 要他 我说我 你不做不到 因为我是忘了不成 他说他是小楼家 他不是看见我 他要我这家再过 后来他自己写了 但是至于分析 为什么吃人 他分析不出来 我觉得啊 当时他找了什么 传统文化呀 像说的 我说你真意跟传统啊 不应该有很多意思 刚才是暴力跟传统 有根本 暴力跟任何文明的传统 都有关系 不是中国 你要找中国的特殊性 还要找到往昔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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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可以说一个 比较就是 大饥荒吃人 这是我们早的 五九年 六五年 我叫他做河台 大饥荒吃西洋之间 那什么啊 那叫第一次相比较 是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 就要干嘛 把自己的孩子 原来的孩子 就坏了死掉的孩子 坏了死掉的孩子 坏了死掉 这是大饥荒 可是广西 没有到那个城 人饥饿的时候 人是事要去的 这任何国家都有 跟广西这个痴 我说今天 我不知道 今天学补分析得出来 有可能是某种 让人返回 就是动不去 反处现象 也就是说 制度可恶 乐力缠不到 正在动作 过当哪个制度 水土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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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传里就有 十八个贼人 抛个鸡蛋就被吃饭 那是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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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回应你去吧 刚才苏老师讲的比较多 我就回应一点 我就说 那个痴人 痴人 不仅仅是广西地方特有的 那个 那个 云南沙殿 屠杀 算是屠杀吧 他那个时候也发生了 痴人 就是 是解放军 当时 发生了 痴人 痴人 对 当时也出现了 那个 痴人肉 煮腥干什么 所以 那个 吃人肉不是广西特有的 那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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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广州的文革 广州文革 广州是南方的最开放的城市 文革 不斗死的人最少 但是 在1967年8月1月半夜 整个广州城 这居民起来 把这些外地人打死 打死了 打死了两百多人 一夜之间 第二天早上 全都是尸体 这个 广州是繁华的路口 北京路 人员兵路 海杜光潺 这个 黄沙 西关沙灭区 东山 全部都 十字路口 吊的是死生 这些人 死了 是些什么人 怎么死的 文革 以后 一直 没有人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也没有人去追究 当时 每一个 这个年龄的 当时的 广州人 全部都 记得这个事情 但是 没有一个人 把这个事情 告诉自己的孩子 所以 所有当中的孩子 都不知道 我自己 因为是亲眼看了 这个过程 所以 我在 很早 在文革 四周年的时候 我就写了 想说 后来回去做调查 一直追查 这个事情 我最新的调查结果 我最后的调查结果 是去年的 煙荒 春秋上的 就 那我就不再讲 大家去看 这个 但是 这个 刚才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 发生这样的暴露 是 农民 土改 或者 往西有 吃人的传统 土北 那么 广州有怎么解释呢 这是最开放 最文明的程序 怎么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在 从另一个讲词上想 其实 就算在美国 这么高度文明的地方 你看 黑人的暴动 就是 以前的六十年代 那个暴动 那也一晚上 也稍微 也杀烟了 其实任何的地方 都可能发生 这里很关键的一个 不是 不光是一个传统 文化传统的问题 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一个法治 只要没有法治 只要没有法治的话 那么 在任何个国家 任何地方 都可能发生 那我们就讲 哪一位 哪一位 对 法治 文明的暴力 会影响 还是在 讲得很好 提问吧 OK 好 再来一个 他能够 我 我问这个 刘春春 他刚才 谈到文革 文革 同改时候的暴力 也谈到了 这个 传统的暴力 我问 你能不能谈一下 尽管 文革时候和同改时候的 杀人这些暴力的方式 有和传统的 相似的地方 那你能不能谈一下 这个公共 自从的 这一部 武光力量以来 建议以来 多谈以后 一直到我说 它这种暴力的性质 和传统的暴力的性质 有什么种 就是一种本质性的一个区别 这是从来没有的 这是从来没有的 比如说 传统社会中 有没有说 有一部分人可以杀 或者有一部分人可以去杀人 特别是未成年人 都可以去杀人 我在世界文化上 都没有看到过这些这样 只是在英国一个小说家 德尔廷的银王 那当然是一个居住性 被放逐到荒岛上 这当然是和刚才好几个人都谈到 一个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暴力的制度 能不能谈一下这种 谢谢 谢谢这位老师的提问 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篇文章当中也看到 中共的暴力 它很多是可以看到的 它可能是为了利益 就是无力不起找 我图啥呢 这些 我打江山就要坐江山 我既然要把江山打下来 我可能就要采取暴力的一些行为 对吧 然后传统的那些暴力 可能涉及到更多的 包括下午 戴高茂 也算是会羞辱这些方面的暴力 当然中共采取这些暴力 可能放手去发动群组的时候 群组会采取这些暴力 也就是说 它不仅只是为了利益去这样做 有可能也会包含这种暴力 但传组的暴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 可能是这样一种 带有羞性质的暴力 所以这就是我回答 不知道您蛮满意 好的 谢谢 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说 我觉得二十世纪的暴力 它有很特别 它就是极权主义 制度之下只有五行态 它是把文型中的五行态 就是这个的话 所以呢 所以之前刘伟说 这个图说 那个大陆组织下 对 犹太人一致群 所以它已经不是我们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点 对 这一点我们在文章当中 最前面也谈到了 对吧 意思性态 它会稍微继续跟 然后去 我觉得我们提解文化的暴力 一定要把它放到整个人类暴力的角度来看 这样全人类都给理解 我们不要把中国文化时候的暴力特殊化 看成什么中国的场景等等 和共产党的什么 所以当然是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文革的暴力 创作的 比如说 農民暴力 如其这个 農民暴力 它为了破裂 它可以把整个传的对策 全部在大西洋里面把它们淹持 然后去问 保险公司要不要好险 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 比如说 吃人 非洲人 非洲人 吃人 他们都吃人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谈到文革 更多的要从一个普世的人性的角度来看 从我的观察来看 就是说 很多西方人不理解中国文革 当中的很多提起的词 他以为是一个中国特有的 我觉得不是中国特有的 这个普世的人性的词 如果理由这个角度和很多西方人介绍文革 我觉得文革 对他提起来的主题 非常多 谢谢 因为只有几分钟 我们让 对三位 在于发言 太后 是 他 说 这是 二位的东西 是 是 是 好 今天我参加会 今天这个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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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年轻人 我清理出会之后 你们的感觉呢 是 以习以忧 以习的事的话呢 应该说 中国的这个文革研究世界的后继人 忧的事的话呢 我发现也有很明显的弱点 作为这个文革研究的这个老兵 那么我想提出一点希望 我觉得的话呢 实际上 毛泽东的那一篇 湖南农运考察报告 那是中国 共产党文化的暴力革命的根 我觉得应该紧紧放出这个钢 你如果不抓住这个钢 不抓住我们的背景的话 纠结一些细微落节 我觉得的话呢 于事无补 当然我也很理解 因为各位 你们有一些还是国内的 这个大学的博士生 你们还要回去 但是的话呢 真是作为一个研究的话呢 我想我很坦率地 作为一个文革研究的老兵 给你们提出希望 或者 这些说清楚 别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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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